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介绍共建一带一路五年进展情况及展望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马上开始 下面请导播把信号切到发布会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五周年 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国家发盖委副主任 国家统计局长令吉泽先生 办公部副部长钱克明先生 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军先生 请他们向大家介绍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的进展 以及未来的展望 并回答大家提问 下面我们先请林吉泽先生做个介绍 好 谢谢各位媒体的朋友们 今年是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五周年 今天上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工作 建设工作五周年做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来 得到了全球积极响应和参与 经过五年的实践 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 愿景转化为现实行动 取得了重大进展 一是增进战略互信 凝聚国际共识 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 和共商共建共享的核心理念 已经写入联合国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 已经有10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从中国签署 118份一带一路方面的合作协议 2017年首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北京成功举办 29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 140多个国家和80多个国际组织的 1600多名代表参会 论坛的279项成果中 到目前为止 已有265项 已经完成或转为常态工作 剩下的14项正在多半推进 落实力达95% 二是狠抓合作项目 形成示范效应 聚焦六郎六路 多国多港 主股价 推动一批合作项目 取得实质性进展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进展顺利 中老铁路 中泰铁路 凶赛铁路建设 稳步推进 亚万高铁 部分路段 已经开工建设 瓜达尔港已具备全作业能力 昨天8月26日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数量 突破1万列 到达欧洲15个国家 43个城市 已经达到去三回二 重乡利 所以载有货物的乡利 高达85% 三是促进合作共赢 实现共同发展 截至2018年6月 与沿线国家 货物贸易累计超过 5万亿美元 对外直接投资 超过600亿美元 在沿线国家建设的 境外经贸合作区 总投资200多亿美元 创造的就业数十万个 给当地创造的税收 几十亿美元 目前 中国企业 已经与发达国家的企业 和包括一些大型跨国公司 探索开展 一带一路建设 领域第三方市场合作 四是 完善服务体系 强化金融支撑 中国与17个国家 核准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加快推进金融机构海外布局 已经有11家中资企业 设立71家一级机构 与非洲开发银行 泛美开发银行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 等多边开发银行 开展联合融资合作 加强法律风险防控 启动建立了 一带一路国际商事争端 解决机制和机构 五是秉持开放包容 密切文化交流 积极开展 教育 科技 文化等领域合作 制定印发了 教育 科技 金融 能源 农业 检验检疫 标准 联通 等多个领域的专项合作规划 通过实施丝绸之路 奖学金计划 在境外设立办学机构等 为沿线国家 培育技术管理人才 2017年 来自沿线国家留学生 达30多万人 赴沿线国家留学的人数 6万多人 预计到2020年 与沿线国家双项旅游人数 将超过8500万人次 旅游消费 约1100亿美元 五年来的实践表明 一带一路 共同建设 顺应时代潮流 和发展方向 国际认同日益增强 合作伙伴越来越多 影响力持续扩大 这些成绩的取得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 同览全局 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 最近 一带一路建设领导小组 统筹谋划 中密部署的结果 也是各有关方面 通力合作 推动弱势的结果 同时应当 看到 当前 世界经济发展中 面临诸多 不确定 不稳定 因素 国际环境 风云变换 共建一带一路 也面临不少风险 各别国家 各别方面 对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仍有质疑 中国企业 在海外投资经营 也面临一些困难问题 我们要 客观理性地看待 前进道路上取得的成绩 和遇到的困难 既不回避矛盾 也不要夸大问题 要保持定力 用发展 合作的办法 解决 发展合作中的问题 不断完善 保障体系 和国际合作机制 推进 共建一带一路 走深走实 行稳致远 面对新的形势 中国政府将 一如既往地坚持 共商共建 共享的原则 坚持市场经济规律 和国际通行规则 以合作共赢为目标 高质量 高标准的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一是 加强对外协调 密切政策对接 不断扩大朋友圈 发展好伙伴 将一带一路 建成和平之路 二是 加强发展 共赢 深化互利合作 提升互联互通 和产业发展水平 将一带一路 打造成繁荣之路 三是 加强开放引领 扩大经贸往来 提升贸易 投资便利化水平 将一带一路 打造成开放之路 四是 加强机制建设 推进改革探索 我们信心备互联 我们 这里啊 我引用一句 古代文人的诗词 与大家一起 共勉嘛 咬定青山不放松 一根源在破岩中 千磨万极 还坚禁 仍然东西南北风 相信啊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 一带一路 共同建设 一定会取得 新的进展 新的成绩 造福于 世界人民 谢谢大家 谢谢令主任 现在我们请 钱克明先生 这个介绍 好 各位 媒体的朋友 一带一路倡议 提出五年来 商务部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为指引 坚决贯彻 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扎实推进一带一路 经贸合作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这些成效呢 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是贸易往来 不但扩大 我们积极推动 扩大相互市场开放 提高贸易 便利化水平 优化贸易机构 培育外贸新的增长点 发挥好综合性展会的 平台作用 积极开展贸易促进 过去五年 我国同沿线国家贸易总额 超过五万亿美元 年均增长1.1% 这是在世界贸易下滑 不增长的情况下 我们是正增长1.1% 我国已经成为25个沿线国家 最大的贸易伙伴 二次投资合作 持续深化 我们不断强化服务保障 鼓励企业到沿线国家 投资新业 5年来中国对沿线国家 直接投资超过700亿美元 接近800亿 年均增长7.2% 在沿线国家 新签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额 超过5000亿美元 年均增长19.2% 同时我们还不断放宽 外资准入领域 营造高标准的营商环境 吸引沿线国家对华投资 三次重大项目落地深耕 我们会同有关方面 推动一批基础设施和产能合作 重大项目落地 比如说蒙内铁路 我们竣工通车 雅籍铁路也开通运营 中泰铁路 凶赛铁路等开工建设 汉班图塔港二期竣工 巴基斯坦刮达尔杆 恢复运营 中老铁路和中巴经济走廊向下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也正在稳步地向前推进 第四是经贸区建设稳步推进 我们积极推动与沿线国家 共同建设经贸合作区 五年来 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 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共82个 累计投资289亿美元 入区的这些企业 将近4000家 3995家 上交给东道国的税费 累计是20.1亿美元 为当地创造就业是24.4万个 五四自贸网络建设不但扩大 我们加快与沿线国家建设自贸区 已逾13个沿线国家签署 或升级了5个自贸协定 立足周边 覆盖一带一路 面向全球的高标准 自由贸易网络正在加快形成 我国还与欧亚经济联盟签署 经贸合作协定 与俄罗斯完成欧亚经济伙伴 关系协定的联合可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我们积极筹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目前招展工作已经顺利完成 有130个国家和地区 三个国际组织 2800多家企业已经确认参展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前部长 下面请张军先生作为介绍 各位朋友大家好 刚才面积着副主任和前科名副部长 已经介绍了有关情况 那么下面我再做几点补充 第一呢 回顾一带一路建设五年来的历程 我们有理由为一带一路建设 取得的成果和进展感到高兴和自豪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应该说承载了各国人民实现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 契合了应对世界经济风险和挑战的现实需要 展示了引领和建设 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战略事业 也展现了中国作为大国的负责任 建设性的作用 五年来这一倡议呢 深入人心 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 认同支持和参与 可以说朋友圈越来越大 事实证明啊 一带一路建设恰逢其实 符合民意 效果显著 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那么第二 五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起点上 我们对一带一路的未来 充满信心 我们的信心呢 来自一带一路建设坚持的正确方向 一带一路符合和平发展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秉持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符合各国实现 联动和共同发展的 土边愿望 我们的信心 来自一带一路建设的坚持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 有理念 有主张 有方案 有行动 有机制 更有国际社会广泛的支持和参与 一定能够走时 走深 走远 我们的信心 还来自于中国发展 对一带一路建设 所给予的强有力的支撑 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 进入到高质量发展的阶段 动力更足 开放度更高 韧性也更强 将为一带一路建设 注入更加强劲的动力 我要说的第三点 就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仍需要各方携手并肩 共同努力 习近平主席多次指出 一带一路倡议 源于中国 更属于世界 那么面向未来 我们将坚持共上共建的 共享的理念 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的 伙伴关系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以经济合作为主线 以创造更大的发展机遇 为导向 为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 创造更多的福祉 我们将坚持同各方开展 政策对接 推动各国发展规划的相互衔接 形成联动发展 开放发展的合力 实现互利共赢的目标 我们将坚持开放包容 欢迎任何感兴趣的国家 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不排斥 也不针对任何一方 中国明年将举办 第二届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我们欢迎各方积极参与 那么我们也将坚持 高质量高标准 遵守各国法律 遵守公认的国际规则标准 和市场准则 坚定地维护多边主义 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 多边贸易体系 反对保护主义 我们忠心的期望 同各位媒体的朋友一道 共建一带一路建政 一带一路建设的 每一个精彩时刻 传播共建一带一路的 美好故事 那么展示一带一路建设的 光明的前景 谢谢大家 谢谢张伯主 下面开始提问 提问之前 还是先通报 这首代表新闻机构 第三排 对 谢谢主持人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宁主任 一带一路倡议 在推进的过程中 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那么这也受到了 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 关注和期待 这其中就包括 许多沿线国家 也希望获得更多的 发展的机遇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宁主任 在这个共商共建共享的框架下 中国政府将如何更好地 与沿线国家 分享一带一路建设和发展的机遇 谢谢 好 这个问题很重要 我想从三方面来回答 中国经济本身 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经济增长 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力 也超过了30% 那么中国跟一带一路 国家的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 是有利于分享 相互发展的机遇 那么这是总的了 总的一句话 首先第一点就是 过去几年 中国和一带一路 国家 这个 共建 已经 起到了这个化为 危机的 作用 是吧 促进了 这个区域经济发展 和世界经济复苏 大家知道 十年前 国际金融危机 这个爆发 五年前呢 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 还在发挥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 习近平主席提出 一带一路的倡议 与有关国家 与有关国家 一起 共建 这个 合作项目 促进 经济增长 改善 相关国家 民生 起到了 积极 有效的作用 比如说 五年前 哈萨克斯坦 等中亚国家 经济 正处在一个 受 外来影响 比较大的 状况 那么 在一带一路 这个 倡议的 这个 相互对接下 对吧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双方相互对接 把中方一带一路的倡议 与哈萨克斯坦的 光明之路倡议 结合在一起 对吧 那么这几年来 对吧 这个哈萨克斯坦的 经济 也取得了回升 对吧 这个 金融 也取得了稳定 对吧 那么中国的 企业呢 也在哈萨克 扩大了市场 对吧 两国的人民 都从中受益 对吧 这 仅是一例了 那么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 也是这样 在世界金融危机的 这个影响下 对吧 这几年来 由于中国和东盟啊 自由贸易区 对吧 这个这个的深化 在一带一路下 又推进 新的合作 对吧 那么 那么大家可以注意到 对吧 东盟国家 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增长 这五年来都在5%啊 6%啊 7% 这是世界上最有增长活力的一块地区 这是一 那么从 第二点呢 就是中国和有关国家 共建 一带一路 分享机遇啊 还表现在 中国和这些国家的 双向 贸易 和双向投资 都不但扩大上 刚才 前部长 讲的这些数据 还 讲到了 这个增长力 是吧 我们和 沿线国家 是吧 相互贸易 五万 多亿 美元 是吧 增长力 也是 快于啊 这个 与其他 地区啊 相互贸易的增长力 是吧 那么相互投资 应该说啊 中国到 沿线国家 投资 是吧 和沿线国家 到中国投资 加起来 我国家也在 近一千亿美元 是吧 近千亿美元 是吧 也是发展得 比较快 是吧 这个 投资贸易 是吧 以及它 带来的 这个人员往来 等等等等 是吧 这个 机遇啊 就在当中 是吧 第三点呢 就是 中国和 是吧 有关国家 共建 一带一路啊 分享 机遇啊 还 需要 是吧 是吧 这个 也表现在吧 就是 各方的 优势互补 是吧 互利供应上 是吧 那么 大家知道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或者 跟它范围的 合作伙伴 既有 多数是发展中国家 是吧 但是也有 发达国家 也有 新型经济体 是吧 也有 高收入石油国家 是吧 那么各国呢 都有自己啊 发展的优势 是吧 有的是 资金啊 技术啊 管理上的优势 有的是 劳动 资源 市场上的优势 是吧 那么 一带一路 共建 可以把 各国之间 的优势 结合起来 是吧 形成 互补 是吧 这个 分享 发展的 机遇 这个是 最为重要的 是吧 呃 作为中方来说 我们 既还 存在着 这个 呃 传统的 生产要素的 比较优势 我们新的优势呢 又在形成 比如说 在资金啊 管理上 我们新的优势 也新的 那么 广大的 发展中国家 是吧 市场资源的优势 十分明显 那么发达国家 他们资金技术的 优势 更加明显 是吧 我们通过 双方合作 三方合作 多方合作 是吧 可以把 一带一路上 这各种优势 把它结合起来 是吧 为 原先国家 带来 这个 经济发展 名声改善 谢谢你 继续提问 第二份 第二份 谢谢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记者 刚才你们提到了 就是 中国对外 这些投资 在一带一路的 沿线国家里面 是超过了 700亿美元 我想问的就是 在中国的这些投资 有些人是担心说 投入了这么大的 一笔钱 但是不一定能够 得到回报 所以想问 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 中国的这些投资的 成效和回报 是怎样的 是不是达到了 预期的效果 另外一个想要问的 就是关于 这些沿线国家 自己的贡献 就是 我们知道说 在 很多一带一路的 项目方面 都是 比较多是用 贷款的方式来推进的 然后 一些沿线国家 似乎没有能力 去偿还 包括最近 被马来西亚 叫停的 东海岸的 那个铁路项目 然后 中巴的经济走廊项目 也有可能 出现变数 因为新的政府上台 所以想问的就是 这些 合作计划 接连的受阻 中方 从这里 总结出了 哪一些经验 然后未来 会怎么样去改变 一带一路 项目的 推行的方式 谢谢 总部长 你们来回答 这里面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角度 我这样 我先从 关于债务这个问题 我想谈 大家知道 资金是 经济活动的 血液 是吧 尤其是经济 起飞阶段 资金 是非常 是必须的 是一个基本的 要素 我得到几分报告 一个是 亚洲开发银行 说未来 到2030年 亚洲地区 每年大概需要 基础设施投资 1.7万亿 目前大体能满足 每年大概8000亿左右 8000多亿 还缺了8000多亿 基础设施投资的缺口 非常大 这非洲 这个发展银行 也有个报告 未来 这个非洲 每年需要 基础设施投资 是1300亿 到1700亿 目前大概 每年满足 不到三分之一 亚洲最快好一点 满足的 这个大体是一半左右 这个 缺一半 这个非洲是缺了三分之二 所以这个基础设施投资 大家知道 对经济发展 起做非常重要的作用 对改善民生 也起做很重要的作用 这是第一点 给你一个概念 第二个就是 这个基础设施 这个中国 目前在这些国家投资的 大部分还是基础设施 投资 是有东西在那儿 这个钱 没有扔掉 都建了铁路 建了港口 我相信 这些基础设施 对促进 这个东道国 的这个经济发展 将会起做长远的 重要的作用 第三点 就是基础设施 当然这个投资回报场 它这个 所谓是 本公共务比 很多事 它正向的外在溢出效益 比较大 短期的收益 不见得很快就收回来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当然最近呢 也包括金融危机以后 国际大宗产品 价格 最近稍微有点回升 但是呢 还没有 我们知道这个石油 我们在高峰期的时候 是一百四十 一百五十美元一桶 后来低到 二三十美元一桶 最近也就涨到 七十美元左右 这高峰期的一半 还有一些矿产 价格还没有涨上去 这个对 这些一些国家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 非洲啊 亚洲的一些国家 也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呢 也有些国家 可能债务啊 这个负担增大 我们的正是这个现实 有部分国家这个债务 有点提高 第四个 就是说中国政府呢 也一直高度重视啊 这个怎么既促进 这个所在国家的这个经济增长 又避免形成这个负担 所以一般的强调啊 这个引导 选择一些这个 经济效益比较好 而且特别是能促进就业 增加税收 增加出口的 这些基础设施 投资 同时呢 刚才令主任谈到一点 说要加强双方的 三方的 多方的合作 特别我们也欢迎一些 包括发达国家 包括一些多边的金融机构 参与 来提高这个资金的使用效率 好 我就先谈这一点 好 我们继续提问 has plans to work with Iran in this framework.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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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建立了这些基金 这都是在双方政府 支持和引导下建立的 而且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 具体的项目已经有了早期收获 近期还要扩大到新的项目上 中国和欧盟的三方市场合作 也敲定了具体的项目 同时中国的大公司 中车集团与德国的大公司西门子 已经在世界上一些重点项目 达成了三方合作的协议 那么大家也知道 总理在出访日本期间 中国国家发改委 商务部和日本外务省 金产省达成了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的 备忘录 可以说我们为了贯彻 杨国领导人的共识和部门的备忘录 上个月应该就在上个月八月七月 反正可能还要早一点 就是在泰国就举办了中日泰三方合作的研讨会 也是具体定下的合作项目 泰国的经济走廊 由泰国的政大集团 中国的中信集团牵头 日本的伊登仲等企业 那么合作 参与 竞标 项目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项目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而且现在像英国 像其他一些发达国家 还有一些新型经济体国家 都有比较强的意愿 那么中方也有这个意愿 在一带一路的广泛的领域里 在世界范围内 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 这确实是不仅有利于 中国和开展三方合作的 这些发达国家 和新型经济体 特别是有利于第三国 所在国 项目所在国 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 下一步 中方愿意有关国家 及其企业一道 扩大第三方市场的合作范围 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 开拓投资生产经营的市场 积极创新合作模式 支持企业通过多种方式 包括联合投标 共同投资等 开拓新的市场 实现优势互谱 多方共赢 谢谢 继续提问 第一位 谢谢中平社记者提问 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张部长 是中非合作论坛 北京峰会即将举行 那我们知道一带一路 是中非合作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也有声音认为 非洲是一带一路的样板区域 想请问您对此怎么看 然后您觉得中非就一带一路合作的话 会面临主要面临哪一些挑战 谢谢 你说的很重要 那么一带一路呢 重点是面向欧亚非大陆 非洲国家呢 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方向 那么 非洲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 主要的群体 也面临着 基础设施建设 经济社会发展的 兼具的任务 支持非洲 帮助非洲 帮助非洲实现和平发展稳定 一直以来 是中国外交的重点 那么长期以来呢 我们为非洲的发展 做出了很多投入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那么 自从 中非合作论坛 启动以来 继续帮助非洲发展 特别是近年来 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用一带一路 为非洲发展注入 活力和动力 也始终是 中非合作论坛的 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么 今年呢 你也知道 即将在北京召开 中非合作 高峰论坛 经过 中非双方商定 推进 在非洲 推进一带一路 合作 特别是 加强 中国的发展战略 一带一路战略 与非洲 所推进的 2063 议程的 对接 加强 联合国 2030 议程 与非洲 发展 战略的 对接 将成为 今年中非合作论坛的 一个重要的内容 那么 双方都对 中非合作论坛的 成果 抱有 极大的 期待 据我所知 我相信 令主任 可能也有 更准确的数据 在本届 中非合作论坛上 也还将签署 十几份 中非国家之间的 谅解备忘录 或者 合作协议 这将进一步 推动 中非 在一带一路 建设上的合作 进一步 走深 走实 那么 实际上 中非合作呢 一带一路建设 是一个 重要的方面 同时 中非合作 也 还有着 更广阔的 这个空间 比如说 在前不久 刚刚结束的 金庄国家领导人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 在访问非洲 几个国家的基础上 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 会见了 诸多的 非洲国家领导人 就深化中非合作 进一步 达成广泛的共识 那么 约翰内斯堡 金庄国家峰会的 一个重要的成果 就是 建立 新工业革命 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期待着呢 就是通过 新工业革命的 伙伴关系 倡议的推进 不仅让 非洲 和发展中国家 解决 吃饱 穿暖 和基本的发展需要 而是让 发展中国家 能够在 新工业革命的 潮流之下 能够迎头 赶上 甚至 弯道 超车 更好的 能够从 科技发展的 新的 进程当中 获得 发展机遇 能够 实现 在当前 面对世界经济 的复杂的 形势之下 能够更好的 应对 挑战 与世界 其他各国 实现 共同发展 我希望我 回答了你的问题 明天上午 十点钟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举办发布会 请前部长 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欢迎你参加 好 继续提问 第一排 再问两个 第一排 对 嗨 我跟Roytus 关于这些计划 关于这些计划 我只想问 如果我们能够 看到中国 更担心 在选择 这些计划 或是提供 这些计划 给予计划 谢谢 路透社记者 现在 基于很多国家的 债务水平 较高的情况下 中国是否会 在选择 一带一路的 项目上更加谨慎 是否会更加谨慎地考虑 如何对他们进行注资 刚才我已经 关于债务问题 说了一遍 应该说是我们一直 比较注意选择项目 第一个是 共商 东道国 中国 互相商量 搞那些项目 共建 就是双方一起参与建设 共享 三个原则 对项目的评估 我们有严格的评估的程序 这个银行 企业 包括环境保护等等 有严格的评审程序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就是我再说一遍 就是这个 今后我们也欢迎一些 一些发达国家 包括一些国际机构 和我参与 共同选择项目 去把我们的项目 是透明的 高质量的 可持续发展的 咱们继续提问 第四排 这是你四排 您好 我是中国日报记者正新 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张军部长助理 刚才您提到了 中国在推进高质量的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然后可能有一些人 不太理解 或者有一些疑问 什么是高质量 然后能否请您解释一下 以及我们在这个高质量 是如何体现在 一带一路建设的 合作项目当中 谢谢 非常好 您确实提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在大家的 无论是专家学者 还是我们内部 在这个谈论一带一路的时候 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 那么 大家都知道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 中国政府在国内就践行新发展理念 致力于推动高质量发展 那么我们在国内这样做 我们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合作当中 也是坚持这样的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 实际上 实际上高质量高标准 始终贯穿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全过程当中 当然到底是什么是高质量高标准呢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应该全面地看 整体地看 综合地看 换句话说 就是应该超越我们日常 经常所聚焦的某一个项目的质量问题 那么由此看来 我觉得一带一路的高质量高标准 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就是体现在一带一路 它是致力于推动世界经济的增长 那么大家都知道 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着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 基础设施建设 也是各国发展当中面临的一个平静问题 那么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就是想通过大力地加强各国间的互联互通 进一步改进和完善全球供应链 价值链 产业链 让那些处在不利地位上的国家 能够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分工当中 更好地从全球的价值链当中 来能够获益 从而为自身发展 创造更大的动力 也为世界的经济增长 创造更大的动力 那么这个实际上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构建开放性经济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那高不高呢 当然太高了 因为它从当前一些国家所奉行的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二个我觉得一带一路 它的高质量高病的体现在 我们是致力于推动解决全球所面临的发展问题 大家也都知道 现在全球的发展面临着这种发展失衡 从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一样 发展不充分 发展不平衡 叫我们称之为发展赤字 发展失衡 那么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我们在国内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 我们仍然是以人民 为一带一路合作的中心 努力地通过一带一路建设 改进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 改进民生增强人民的福祉 所以我们从联合国 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的协议 大家都知道 联合国就是我们日常投钱的地方 那我们为什么签协议呢 我们就是要通过跟联合国的合作 能够更好地推动一带一路 服务于2030年目标 能够让我们全球化 很多人反对全球化 为什么呀 说全球化没有匆匆 他们没有匆匆受益 那么我们就是要推动全球化的再平衡 让大家能够从一个更加包容 均衡 普惠 共赢的全球化当中 能够获益 所以这当然是高质量高标准 第三呢 我们呀 说一带一路它是高标准 高质量它还体现在我们是 可持续的一带一路的发展的理念 我们正在与两国环境署和有一些国家来成立叫绿色国际发展联盟 叫连接之路倡议 我们也与一些国家共同发起通过了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这些呢都是一带一路高质量高标准的重要的保证 那么第四个方面呢 我们是说用这个一带一路的高标准高质量 它也体现在我们所坚持的共商共享 共商共建共享的指导原则上 很多国家在从多边主义的这个理念当中在退缩 但是呢 中国坚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 那么呢 我们就是想通过这个 能够让大家都共同的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进程中来 从一带一路建设进程当中来获益 这当然是非常高的先进的理念和标准 那么我们为了加强一带一路的保障性 这个机制保障 我们也正在成立一带一路咨询委员会 让一批国际上知名的前政要啊 专家啊 学者啊 等等能够参与进来 能够给我们提供建言宪策 提供智力上的支撑 我们也 就在昨天我们还成立了 叫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 这也是为一带一路建设要提供 法律机制上的保障 这也是高质量高标准的体现 当然呢 我们最终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一带一路的高标准高质量 也体现在我们追求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那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 可以回去查一查 2016年我们在杭州通过的 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宣言 在里边有非常明确的一条 中国极力倡导加进去的 就是我们追求高质量的互联互通 就是要保证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能够体现高质量 但是呢 我们也必须要说清楚 因为一带一路建设 更多的是面向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高标准 也必须要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 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法律 所以我们呢 同时也提出 一带一路建设要价格合理 包容可及 广泛受益 这就是在高质量和它的可及性上 把握了一个标子 避免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空中楼阁 孤芳自赏 好看 但是呢 都不好用 所以我们希望啊 通过我们的这些追求 能够让一带一路 既有一个高的起点 好的方向 同时呢 也建立在扎扎实实的 项目合作的基础之上 我希望 我没有说的太多 能够满足你的问题的好奇 谢谢 我们继续提问 第二排 那边蓝色 对 第二排叫蓝色 你好 香港大公报 我会把我提问 最开始的时候 提到就是各别国家 对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仍有质疑 近期有万媒报道称 一带一路建设 给有关国家制造了 战务险阱 指责中国不顾 账目所在国 负债情况和偿债能力 然后为一些项目提供贷款 加重了这些国家的 债务负债 从而获得其控制权 不知道您对这一位题 怎么看待 谢谢 好 这个问题 因为刚才 谅部长已经讲了 我这因为你问的更细了 所以我来回答一下 首先 应该说 共建一带一路的项目 给相关国家 带来的是有效投资 这个有价值的资产 当然了 也是带来了 促进了经济增长 和民生改善的 而不是所谓的债务陷阱 一带一路共建的项目 无论是互联互通的项目 多数是基础设施了 还是产能合作的项目 都要经过 刚才前部长讲的 企业科学的可行性研究 都要经过 严格的贷款 贷款审核 我们是亲历者 我们知道 这个银行的审核 是多么严格 下一次可以深入 一起去调研 这些审核和研究 都是有对项目 都是有资本金比例要求的 对也都是有资产 负债力约束的 有资金回报要求的 它是否则 这个项目就通不过的 所以不会带来 超过资产的 形成的债务 它即使有再增加 那么增加的资产更多 而且这些资产是有效的 当然了 有一些基础设施 也在回收期比较长 它是长期见效的 但是资产是实实在在 在那里的 将来还会升值 从我们掌握的情况看 有的外媒所报道的 一些国家债务问题 与一带一路建设 极其项目 没有必然联系 这其中 有的国家债务水平 过去就很高级 你查一查 那是多少年形成的 有的国家的债务 负担确实偏重 但主要是从其他国家 和国际金融组织 长期 大量借贷 中国是个后来者 我们企业才走出去几年 中国并不是最大的债权方 这是我讲的第一点 二 中方对于这个 共建的项目和相关的国家 和投资的合作 始终重视加强债务管理 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投资问题上 中国始终坚持以经济效益为导向 根据项目国实际的情况提供贷款 支持项目建设 避免给项目国造成新的债务风险和财政负担 中资银行在为项目提供融资钱 都会对借款人的负债情况 常债能力做严格策算 我刚才提到了 在贷款后 也会持续跟踪监测相关国别风险和主权风险 比如中国开发银行 就建立了国家主权信用评级 以及国家风险限额管理制度 中国工商银行 中信保等机构 都建立了相关的评估监控管理体系 那么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 还是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任务 所以对于一些经济建设确有迫切资金需要的发展中国家 中资银行也会通过合理设计融资结构等多种方式 帮助其实现债务可持续 例如柬埔寨的光缆和数字电视项目 俄罗斯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 当然俄罗斯不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经济体 都是通过股权投资加银团贷款模式与支持 这些项目均取得了良好的时效 所以也不能一般的听风 陷阱啊什么 要考察实力 观察实力 我在这里就顺便回答一下 刚才新加坡记者提出的问题 中巴经济走廊的问题 中巴经济走廊提出四年多来 经过中巴双方共同努力 进展顺利 以进入全面早期收获阶段 2017年11月 双方签署了中巴经济走廊远景规划 在双方理定的30个早期收获项目中 以启动建设的18个 已经建成了一批 包括这个电厂 解决了巴基斯坦过去多年没有解决的能源 特别是电力供应紧张问题 所以啊 当然中巴经济走廊还包括 交通啊 产业合作啊 港口啊等项目 这我就不一例举了 巴基斯坦新任的领导人 已经明确中巴经济走廊 那不是不是巴基斯坦哪个党派 哪一部分人是吧 的合作项目 而是全巴基斯坦 人民跟中国人民的合作项目 所以是 一定是能搞得好的 另外这个中马东部铁路 极其有关项目 你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马哈蒂尔总理访华 明确指出 支持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欢迎中国企业扩大到马来西亚投资 当然他也提出 由于财政困难 希望中方帮助一起解决有关问题 就是这个月吧 过去一个月 我在北京也是按照这个要求 也是 我也见了这个老人 叫马来西亚老人 是吧 对对 不是 老人 有个老人团 老人 老人 就是这个元老 元老院 元老团 元老团 这个负责人答应 我也去了 是吧 因为这个有关项目 是企业之间的商务合同 确定的 是吧 它是企业 但是有一些外界的因素 是吧 双方要坐下来 是吧 认真地 通过谈判解决 现在这个还在进行当中 好 我们继续提问 那要不就 最后上个提问了 就上个举手了 四个就拿 上个 四个 来 对对对对 有记得 我是印度报社记者 我想请问 中方是否将解决 印度在中巴尔经济走廊当中的关切 因为印方对于中巴尔经济走廊通过 巴空科士密尔地区是存在关切的 因为这涉及到印方的主权问题 谢谢 都是发展中 中巴尔经济走廊当中的关系 中巴尔经主席同莫迪总理 是古代丝绸之路 沿线的一个重要的国家 可以说是丝绸之路 和一带一路的天然的伙伴 历史上在两国之间 由于这样的联系 也留下了很多故事和佳话 那么共同作为发展中国家 和新兴市场国家 中印两国都面临着 相似相近的发展任务 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方面 有很大的空间 空间需求和潜力 事实上 中印双方在这个领域 也开展了很多合作 那么大家也都知道 印度是亚洲基础设施 建设银行的创始成员国 也是第二大股东 也是第二大股东 据我的同事告诉我 目前亚投行 中方20%的项目 是投向印度 那么我想说的第三点 就是中方已经多次 反复地强调 中巴经济走廊 是经济合作项目 那么实施该项目 不改变中方 在克什米尔争议问题上的 一贯立场 我的回答完了 好 我们只有两个提问 这个事件关系 来 第二排这位来 第二排 谢谢中心社的记者 因为有观点认为 在当前国际环境发生变化 尤其是贸易 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的 这种背景下 一带一路的建设 可能将遭遇更大的阻力 所以想请问前部长 在这种情况下 商务部将采取哪些措施 去进一步推动 一带一路建设 向纵深发展 谢谢 谢谢您的问题 下部 我想商务部 主要从五个方面 去扎实地推进 一带一路建设 第一件就是办好 首件国际进口博览会 大家知道 这个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是习近平主席 亲自谋划 亲自宣布 也亲自推动的 一个博览会 这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博览会 首先大家注意到 这是一个进口博览会 我们广交会 大家都知道了 这是出口博览会 是一个重大的 带有标志性利益的 同时呢 进口博览会 我们将打造成为 世界各国展示发展成就 开展国际贸易的 开放型的合作平台 也是把它打造成一个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 国际公共产品 同时也是践行 新的发展理念 推动新能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 一个标志性的工程 就是办好进口博览会 也期待着各位朋友 要关注这个博览会 第二是创新贸易投资 合作方式 主要抓两点 一个是重大项目 刚才我们令主任 谈到在一带路 沿线区域 推进一些重大的 重要的项目 重点的项目 第二个是创新一些领域 大家知道这几年中国 包括电子商务 包括大数据 云计算 人工智能等等 我们想推进 叫思路电商 把电商包括大数据 要现代最新的科技 推进到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去 第三个方面是 加快推进 对外开放平台的建设 包括我们自由贸易试验区 包括海南建设 自由贸易港 也包括我们跨境经济合作区 和境外经济合作区等等 第四个方面是 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 包括区域 次区域 我们也愿意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 共建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 推动形成一个 一带一路的大市场 第五个方面 就是在国内 也要落实习近平总组记 对外宣布的一些重大的 对外开放的举措 尤其是全面实行 准入前国民待遇 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此外我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推动落实世贸组织 贸易便利化协定 深化沿线大通关的合作 我就简要先回答到这 最后一个提问 第二排就有女士 第二排 谢谢方言人 大家好 我是中安卫市记者 习近平主席 访问爱联酋之后 接下来 中国和爱联酋 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 在文化交流上 会有什么重大的计划 谢谢 中国跟爱联酋 这是我来回答 这个是战略合作关系 习近平主席 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之后 首次出访 首战就到了爱联酋 充分显示了两国合作的重要性 那么你关心的是 阿联酋跟中国的 就是经济 不仅是经济交流了 而且是文化方面的交流 可以说中国和阿联酋的合作 是全方位的 对吧 我来参与的比较多的是 经济交流 那么现在 阿联酋有几个球长国 比较大的 像迪拜球长国 阿布扎比是最大的 迪拜球长国这几个 跟中国的合作 整个阿联酋都十分的密切 对吧 那么在迪拜很多中国人都去过 那么在阿布扎比呢 这个一个就是哈利法港 中国的中原海运 跟阿布扎比的港口集团 合作得很好 现在正在加快建设 即将成为 在中东的树柳港之一 在中东的树柳港之一 树柳港 同时呢 还有中国和阿联酋的 产能合作园区 由中国的江苏省发展改革部门 在指导下中江公司 跟阿联酋的有关公司 合作得也很好 是吧 那么在旅游文化合作方面 现在到阿联酋 访问的中国人 每年已经超过了一百万 可以说是 作为阿联酋这样的 在中东的这个国家 跟中国是非常密切的 而且对中国公民实心了 落地免签的这个政策 可以说春节到迪拜去 过节旅游的中国游客 还是很多的 在其他的文化合作方面 阿联酋也引进了一些 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因素 另外特别是要即将举办 博览会 这个是试博会 毕竟会有更多的 中国人和世界各国的人 到阿联酋去增进 彼此之间的关系 真正体现五通 这是在政策沟通下 是吧 设施联通 刚才讲的这个设施联通 有港口合作 是吧 有这个贸易畅通 是吧 那么有产业园 是吧 有资金融通 阿联酋的经济很有实力 我们也要跟他一起 搞三方合作 包括在非洲 包括在 阿联酋到中国来投资 等等 再加上 人文相通 是吧 人心沟通 是吧 这五通啊 在中国和阿联酋的关系上 有很好的体现 谢谢你 五通了 没五通了 我就稍微 实际上 宁主任已经讲得很全面 那么确实是 习近平主席 7月份 出访的第一站 就到了阿联酋 受到阿联酋人民的 热烈的欢迎 也留下了非常 感人的场景 画面 那么这次访问呢 也达成了 非常丰富的成果 经贸方面 是一个方面 文化呢 确实是 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那么 以这次访问 达成的共识为基础 阿联酋呢 还要推出 拥抱中国的计划 我相信呢 这将是 在一带一路 人文交流方面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合作项目 和合作举措 为了 助力 中阿之间的 人文和文化交流 中国呢 与阿联酋方面 正在积极探讨 建设 中国文化中心 我们相信呢 所有的这些 都将 极大的促进 双方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 各个领域的合作 调部长 还要补充吗 为了 补偿 你这个 一直举手 我看 而且最后一个 我想我们 再 再再 就讲 另一个 回答 我觉得 还有一个领域 我们之间 合作前提 很大 就是创新 创新 我前一段时间 带队 到阿联酋 去考察 他这个 在这个 创新方面 阿联酋 有这个 创新的基金 专门有 在他门口 专门还弄的 一个3D打印的 这个办公室 那是个 中国 中国企业 给做的 一个3D打印办公室 是吧 你知道那个地方 他有很多 很好的创意 中国也有很多 大学跟他 包括我们的 华大基因 也跟他在合作 今后在这一块 我想我们 两国之间 可以加强合作 好 今天发布会 就到此结束 谢谢商业副的同志 谢谢各位 记得朋友 好 权威发布 到这里就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各位观众 再会